一輛電動機車填在騎樓 突然間從車底裡面 竄出大量濃煙 接著以這火光 火蛇迅速將機車包圍 整輛車陷入火海 整個過程先竄煙再騎火 被形容宛如火箭升空 就喊樓上的快點下來 那個騎火了 趕快下來 摩托車稍微有火花了 我就趕快這個要打119 可能會燒起來 事發在29日清晨5點半 在新北市樹林保安街 一間夾娃娃機店外 突然竄出大火 一路延燒到店內 警校貨報連忙派出 三個分隊灌救 信仰火勢迅速撲滅 但整輛車已經被燒得 剩下骨架 面目全非 而消防局初步調查 發現原來是車主住在樓上 想幫愛車充電 竟從樓上拉延長線到一樓 沒多久就突然冒煙窜火 把車燒成廢鐵 疑似是起火原因 他們每次都 那個電線都從上面二樓 那個延長線下來充電的 可能是電線周火 電動機車的時候 充電一定要經過 用原廠的規範下去充電 然後不要在潮濕的環境之下 那也不要改裝任何的電動機車 然後使用延長線的時候 應該使用那個 有經過認證的延長線 釀災的住戶低調不願多說 而娃娃機店面受損 暫時也無法好好營業 現有整齊意外並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目前火雕科也進行調查 要找出這電動機車起火的關鍵原因 記者 熊仁賢 新北細報道 昇 Kosk 谢谢大家